今天开始要做桌椅组 那同学呢 你的视窗可以透过AW来切换 你看这样变四个 这样变一个 好切过来之后呢 我们先画桌角 你故意先画矮一点 然后我们用移动键 Shift的压住 主要是Shift的操控 一支变两支 那我们要选用的是分身 Instance 然后两支变四支 一样Shift的压住 那你注意我停在这里 就是要准备往右下角跑了 这样子才会变成正确的方向 好一样继续分身 然后要做桌板的技巧是 你一定要打开自动隔点 这里有一个Auto Grid 可以画在桌角的上缘这里 好这样就好 那再用比例把它 变成比较大的尺寸就可以了 好接下来 假设我们画一画发觉 这个桌子太矮了 我等一下设计椅子不方便怎么办 我选桌子之后 我们复习一下 这个叫修改面板 这个面板可以让你再次调控它 那这是创建的时候 你看这里已经没有东西了 因为你现在选择这个角已经成型了 所以这里已经没有东西可以改 你就切到第二面板 第二面板就是它身上的数据 那同时把那个高度拉高 那它的拉高的话 它你会发觉四角一起 为什么 因为刚才有选分身 那既然这样做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桌板再提升一些 好接着我们要做椅子 椅子就是这个的缩小板 所以全部选到 Shift压住 往右 这个要分身吗 不要 因为椅子跟桌子是不相干的 所以你等一下分身它会一起变 我这个没有要变 所以这次反而选这个Copy 选Copy的话代表说复制后独立 然后接着我们把它缩小 缩小通常会 缩小一起 然后让它掉到地上 那这里牵涉到 同学我们这个操作叫AltW 跟Alt系列 然后这Alt中间 Alt中间可以这样转 好那接着把这个板子往后 椅子就完成了 我们就先坐到这里 这个是我们的坐垫嘛 那同学用旋转 然后Shift压住 利用这个绿色的圈圈往后转 它就会变两个 好那接下来呢 你就用移动 把它到位就完成了 这是移动 这是移动 好那我觉得这个过长 我就稍微缩一下 接着把它移近一点 等一下准备变成四张 目前先做到这样就好 好那同学再帮它铺个地面 地面的英文叫Plan 这里有个字叫Plan Plan的话呢 你这样拖曳 就会有一个地板 那这地板呢 如果做不够大 可以退回去再做一次 好同学暂时先做到目前的进度 画面还给你 好同学呢 你就拉到比较平一点 然后拉个框把椅子圈起来 这样 那如果有圈错就重点就好了 比如说你圈到桌子去 你就重点一下 重圈哦 圈完之后这里有一个东西叫Groop 先按Groop 按一下 好按OK 那这时候我们椅子 它已经合并在一起了 你不要去选到地面了 好那我们现在选到之后 我们再把它复制成四张 首先先把它退进去一点 因为椅子不会离脖子能源 好接着我们用Shift的压住 把它变成四张 这样变两三张对不对 那这里的话你可以继续分身哦 因为可能你要一起改变它 好然后我们再把它扯到右边这里来 那这时候同学切到上面看 可能会比较好做 因为你从这个角度 你要拉到这里很难耶 那我们拉到这里就很简单 同学Shift的压住 那这里有一个方块 方块到两边 两个方向都可以 这样就可以拉过来 可是一定要按Shift 才会变多一张 这里再补一个就好了 记得有群组有好处啊 因为你才不会说 你的零件就掉光哦 那现在我们的看的方向 是不太对的嘛 我们把它转对就好 就是旋转 伸服器叫旋转 旋转中间有时候蓝色的圈圈 把它转到全部面朝桌子 那也不用很准 我们大概有一点 往那边靠过去就可以了 那这个是训练后的手 你要有能力这样转来转去 就是LT加滚轮 就这样转来转去 边转边操作 然后把它做完 好那这个地面 我觉得有点大 稍微给它移位一下 反正你就是说成一下 你设计的东西 好那我们先暂时 把这个座椅都做好 那怎么在上面 摆一个茶壶呢 茶壶的话 一样你要勾这个 就可以在上面画一个茶壶 这个就是自动隔点 那你就可以这样画东西 好 现在我先完成这个简单的场景 画面好面 OM就是OMIN OMIN就是点光棉的意思 那找到之后 我觉得在桌上摆一个灯 那再把这个灯往上停 可是你现在看不到这个灯的效果 那我们就把它的品质打开 它这个叫高品质模式 然后点中间的HIGHPORM 你按一下 然后它的光景就会出现 那当然一个灯的照是不够的嘛 可以多复制几个 例如说再复制一个 好继续使用分身 然后它的亮度要怎么调呢 同学来这里 我们要调动作到修改面板 然后它这里会有个数值 同学数值的英文 叫做intensity 就是强固这里 那你去拉风 这个是变量 这是变慢 那你把它调到柔和 我现在这样上下拉扯 通常可以看到 它的那个亮度可以微调 你把它调起来 看起来是比较柔和就可以了 好 那现在请同学呢 做两个灯 我们这个场景做完成了 再说一次 就是X的OF&I就可以了 OM 然后找到之后 你随便画在地面桌面都可以 那重点是要怎么调整它 在右边有一个 字叫强度 强度的英文是intensity 那你去拉扯这个值 它就可以控制 你看看这个也可以全关了 那这是比较亮 我们试试看 好 同学呢 我们做了党 当然你如果自己听自己会去做save 那这个当然会存 我们先试试看看 Five or server 然后你可以把它存到桌面 我是把它存到下载 然后你可以把它存到桌面 我是把它存到下载 好 那这个我用今天日期 1096 0916A 好 可是 常常你还没存 它就当掉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同学呢 请来看一下文件这里 那都放在文件这里 文件这里呢 有一个3DMAS2022 那里面呢 我们在楼面看 它会有一个 党会叫做自动回复 Olobank的按钮 然后这里会有三个档 同学看一下 我们现在时间 我们现在时间的话是 8点57 你看这里哦 只有时间 所以它可以救到8点55 那这样你的损失就很少 这三个 那你就去开一个 你就用Open去开一下就对了 所以只要记得 还有当机的情况 我们来找这个 火花结果来 对 对 好 那么选择 你把这个档存下 你第一个进度先拨到这里 好 好 这个档式的存下 应该存到 你找得到的地方 File File 左上角的File 然后Fil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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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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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